好,那么我们前面说了 你既然是通常的光 我们为什么把不偏正的光叫自然光啊 就这种自然状态的这种光 一般是不偏正的,是吧 那么从这种自然的状态 这种光,不偏正的光 我们怎么会获得偏正光呢 那当然你得利用一些器件 你得利用器件 这些光学器件呢 它是比如说它有一些不对称性 你想偏正的意思是 比如说线偏正 它是沿着这个方向偏正 没有这个方向的偏正,对不对 那说明在某个方向上它是特殊的,对吧 所以利用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线偏正光 你比如说有一种叫偏正片的 那这种偏正片呢 有一类是这样做的 是晶体 这种晶体呢 比如说沿着这个方向有一个光轴 那光照到这个晶片的时候 你沿着这个光轴方向震动的那些光呢 基本上没有吸收就都能通过 也就是说它就像玻璃一样 它是透明的 可是它的震动方向 如果是垂直于这光轴方向呢 它强烈的吸收 所以很薄的一个片 光一通过它以后 那部分这个偏正的部分呢 就被吸收了 然后沿着这个光轴方向震动的那个光呢 就透过来 你不就获得了线偏正光吗 还有呢 有些就分子型的 它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长分子啊 比如说把长分子 长分子拉成很长的 然后把它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就压成一个片 可是长分子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你如果 如果加上电压的话 电子只能沿着长方线 在这个长分子的这个方向跑 可是沿着长方线 这个分子之间这个 电子是不能移动的 明白这是什么 它是这么一种这个导电性 所以说呢 当你这个光照射到来的时候 它不是电磁波吗 电磁波不是电场震动 对不对 所以你一过来 比如说这自然光 自然光是这么表达的 懂你吗 两个方向都有是吧 互相之间没有香味差 现在你沿着这个方向 振动的那个电磁量 就把那个里边的电子 给带动了 电子跟着电厂 不就你电厂一振动 不电子跟着振动吗 电子就等于把 电子振动它能量哪来呀 是从吸收这个电厂的 这个能量来的是吧 那吸收这个电厂的能量 那它就把这个 这部分这个电厂吸收掉了 所以只剩下什么方向呢 沿着这个方向的这个分量 就透过来了 对吧 所以这也变成偏振光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 当然有的同学看这个 你要真的把这个看成箭头的话 过来的不是这个 对不对 就是你要考虑这个物理在这里边 那有了这样的这个偏振片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偏振光 我们在这里边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属于这个普通的这个 这个偏振片 这个偏振片 那么 另外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咱们不是有墨镜吗 有些墨镜 现在就是拿偏振片做的 我待会给大家可以演示一下 好 现在 你看到这个是我放了一个偏振片 对不对 所以自然光呢 就变成了一个偏振光 这是 我怎么知道这是偏振光呢 这又是一个偏振片 对不对 假如说我在上边 你一看 光就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方向 偏振的方向和那个偏振的方向 刚好是互相垂直的 我现在转动了 光又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 你通过偏振片 实际上你就获得了这个偏振光 刚才我说像这种东西 为什么它是偏振片呢 你一看 现在是透光的 对不对 你再看 完全变黑了 完全变黑了 对不对 实际上它这个墨镜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偏振 把自然光一半给吸收掉 变成了偏振光 剩下一半 所以它光强基本上变成一半 是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偏振片 那么利用这个偏振片呢 刚才我们说了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偏振光 对不对 把自然光过来以后 它当然就变成偏振光了 很早的时候啊 人们就开始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获得半 这个光强通过它以后变成一半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是不是因为X方向Y方向 后向之间没有相位差 所以自然光来说 各项同性 X方向和Y方向震动一样多 是吧 所以就变成一半了 那么很早的时候呢 他们研究这个偏振现象 那这个有一个人就是研究 把这个偏振光拿这个看一看 就是说一个偏振光 然后透过这个偏振片的时候 他发现呢 就刚才我们演示的现象 当你这个偏振的方向和这个 你看有个偏振光过来 是不是 你这个偏振片有个偏振的方向 就刚才我们说的 只有沿着那个方向才能透过来 对不对 像这样的偏振片 我放在这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透过来的光强啊 它是 它是跟这个口扇α的平方程正比 就你算出来结果 它会什么样呢 发现 你这个偏振的方向和 偏振片的偏振方向 跟夹角的口扇α平方 是成正比的 那这一点其实我们现在非常容易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电厂嘛 电磁量嘛 你这个电磁量通过这个P的时候 我们知道只有沿着这个方向的那个分量 才能通过 那不就是口扇α吗 是不是 这很容易知道 那可是光强不是跟电磁量平方成正比吗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电厂光强就是口扇α的平方 现在很容易理解 但是这个呢 我们叫做马里斯定律 为什么呢 当时的时候 你想不知道光是电磁波 你也不知道光是什么东西 它完全是通过实验拿着在那 对不对 做实验 通过实验比能处这些东西 而且是定量的测量 背后的这个光强 发现它有这个规律 于是它就得出这个结论 那当然对后来我们认识光的本质 它也是起了作用的 对不对 知道它是偏正的 知道它是横波 然后像这方面 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这样 那么刚才我们说 你当你这个α是和这个偏正方向一致的时候 α等于0的时候 当然透光最好 就你原来有多少光 它就全透过来了 基本上啊 吸收可能有一点 可是我们先不考虑这些东西 反过来 假如说你这个偏正和偏正的方向 偏正光的方向 偏正片的方向 假如说垂直的话 那完全没有透过 刚才不是有一个 我转动的时候 就变黑吗 那个就是变成了 cosα等于90度 α等于90度的时候 那它当然是变等于0了 所以这是出现所谓消光现象 那么利用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剪偏 利用这个偏正片 我们也可以检查 偏正光 就是说 我想知道 随便哪个光 这是偏正光呢 还是不是偏正光呢 我就拿一个偏正面就可以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如果是自然光的话 我这么转动的话 光墙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因为通过它以后 它的光墙 永远是二分之一半的光墙 所以永远不会变 如果像这个光照到这上面 这是光照到上面 我不知道这是偏正光 还是自然光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拿这个东西放在这以后 我可以转动 你发现它颜色变化 颜色这个变化 这一点呢 应该是跟这个 偏正片 偏正片 比如说 我把这个魔鬼放出来了 事先没准备这个 我也没想过这个事 很有意思 我们先把这个现象记下来 回头再研究 好吧 暂时先不想 因为时间有限 总之 你可以拿这个东西 看 这里边会有 它是不是偏正光 你就能感觉 明白这是什么 现在这个呢 有颜色的变化 颜色变化这一点呢 其实是不是特别的 新奇的现象 这不是什么大发现 我们回头 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专门有个叫做 色偏正 色偏正这个东西呢 待会下堂课 可能就能看到 好 剪片呢 你就拿这个偏正片了 就可以 你对着光呢 转动就行了 对不对 那假如说 你看到 这个光不变化 那你认为 这个来的光是什么光呢 这样光没问题 但是还可能是偏正光 什么偏正光呢 假如说原偏正光的话 它就也是不会变化 对不对 所以你拿偏正光一转 如果没有什么变化 它可能是自然光 也可能是原偏正光 就是这样 刚才那个可能是不是跟那个波长有 就是说偏正的方向会跟波长有关系 它属于这个 没想清楚 好 还有呢 你假如说你这个变化的时候 转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光强啊 它不是说 你转动的时候 光强有变化 但是不是完全消光 明白这个什么 比如说在某个位置呢 光强亮一点 在转到另一个90度位置呢 光强就比刚才暗一点 但是还有光透过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部分偏正光 我们说的这样 这样的部分偏正光 或者是呢 椭圆偏正光 都有这个效果 对吧 因为它这个椭圆效果 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不对称的 有一个地方亮一点 有一个地方暗一点 所以你这么一转 你就发现有地方亮 有地方光 这样 如果是线偏正光 那就是完全消光 就是理想的这个偏正片的话 你对着这个线偏正光的时候呢 它如果是偏正光向和你那个偏正 偏正方向和偏正光的那个方向一致的时候 当然是最亮的 然后你转到90度的时候 完全就不透 完全就不透光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减偏 那么自然光和圆偏正光 比如说我怎么区分呢 部分偏正光和红圆偏正光 怎么区分呢 这还要 中间你还得利用另一个器件 比如说波片啊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我们后边要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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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